大家知道就是最近 這兩天 NCC幫我們開了新副本 所以我們就把它改掉了 我們禮拜六會在摩子宮寮辦這個主條討論會 那可能有些人知道我們2017年其實辦過一次 就是當時還叫做數位通訊傳播法 匯流三法 數位通訊傳播法跟電信法的主條討論 那數位通訊傳播法就是躺到現在變成這個數位中介服務法 然後再外加了一些就是從歐盟 那個DSA抄來的一些各種的機制 然後還有其實過去大概 過去的經驗來說大概每三到五年就會有一次網路管理相關的法案冒出來 然後最後就被罵到就是翻過去 然後就又躺三到五年這樣子 從2004年開始就開始有了 2004年SOPA 然後後來PPA 然後後來有電信管理法 有電信法第九條 然後匯流三法 然後數位通訊傳播法 然後到最後變這個 就是這麼多年來大概就是 每固定一陣子就會有出現一次 對 那我們17年的時候討論電信管理法跟數位通訊傳播法的時候 其實有提出了一些 我們建議應該可以增補進去的一些東西 像是網路中立性條款在17年就有了 然後馬尼拉原則跟聖塔巴巴拉原則 在這次的數位中介服務法裡面其實都有放進去 然後他還放了透明度報告 就是跆拳會這幾年一直在推的透明度報告 他也放進去了 所以這個法案其實放了一些 放了蠻多的東西進去 然後他可能同時想要解決99個問題 所以就爆炸了 他放了蠻多東西 然後其實有一些條款 有一些東西也是利益良好 所以讓我們就是說 雖然他已經被罵翻了 然後我個人猜想他下次再出現的時機 可能會在2024大選之後 要2025之後才會再出現 但我們還是可以就是現在來好好的 仔細的看一下這個整個法案的 就是這個整個法案 然後每一條每一條去看看到底有什麼問題 然後有什麼正面的利益 然後有什麼負面的效果 然後可以怎麼修改 那我們再把它就是提出一些大家的觀點 整理成共比之後 然後據我所知就是上一次我們2017的那個審查 然後那個討論會的共比 就是當場那個NCC的那一位就是承辦人就有在現場 然後他們也是都有就是很認真的去聽大家的意見 然後去就是看大家的留下來的留言這樣子 那希望我們這一次就是 就是大家好好的討論之後 然後接下來可以讓這個法案就是變得更好 然後更進步 然後更有機會再下一次就是會就是真的落實這樣子 那這是禮拜六 目前還剩六個位置 因為就是如果人太多的話可能就 我們現在已經拉了五個小時了 如果人太多可能會省到五十個小時 所以說還有六個位置大家可以一起來 那另外一個是因為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會需要一個HackMD的共比 那大家都知道法案都是長的都是PDF檔 然後左邊一欄右邊一欄 然後就是很多很多很多頁 所以我剛剛在那個 Mr.RZ的那個共比那邊開了一個 數位中介法草案的HackMD版 那我搬了兩條進去了 希望大家一起來協助搬運 就是把PDF的草案搬進HackMD 這樣會比較好接下來就是後續討論 大家也比較好閱讀 不然PDF實在很難閱讀 好 就這樣 謝謝 謝謝Alvin 最後最後是Joey 最後最後是Joey